詞曲 李宗盛 报告案 1. 本市历史建筑园台北警务所周固工程委托技术服务规划工作报告案 结论 请1. 委员意见并入后续规划参考 本案成立备查 审议案 1. 市令古基中山基督长老教会后方新建工程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所列情形审查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助习委员一致成立权力如下 以基金测计划中心增加对股心本体的检测值设定 本案审议通过 案 2. 中正市国防医学院附设学人新村 爱德幼儿园学人新村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1.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 将爱德幼儿园学人新村合并正作为一处历史建筑 决例如下 有关名称的兴奋已归 我防医学院附设学人新村及爱德幼儿园 其日请委员参业 2. 本案附许文化资产保存法 历史建筑分路配置审查及租赛法在美后续事宜 案 3. 中正区前三军总医院十字楼及周边建务 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提醒审理 结论 1. 本案请在要级委员 针对前三总院序范围之各动建务进行会刊 最刊前请会诊范围内相关计划 回东发局规划案 我防护土地处分计划等 跟委员参考 以例后续本委员会讨论 2. 国内开发计划若涉及文字议题者 人因文字先行 有关本案因同时考量建务结构强度 都市防灾及都山城等面向 并纳入现开及后续本委员会并同讨论 3. 其他意见 针对建务所有人及庇主权利 包含家和新村14楼等案 后续建议由市府成立举案小组追踪处理 以上 我们大家对上一次的非记录没有 职设计划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会提出 另外就是不说道来 我们在右边 这个郭敏 说在这个 很多国中校学 我们今天很好吃 赞 我们来 拜拜 拜拜 好 報告案 案有中正區南昌路與南海陸捷運工程挖掘發現地下城牆時後續處理原則報告案 案有中正區南昌路與南海陸捷運工程挖掘發現地下城牆時後續處理原則報告案 辦理情形一臺北府城完成與清光緒十年設五座城牆是臺灣唯一的長方形城市 日本統治時拆除了城牆請保留北門、東門、南門及小南門四座城門 本案系本府捷運工程局因辦理捷運萬大縣LG01站時 臺灣南昌路南海陸段四排水溝溝渠時 發現排水溝邊緣時疑似古城牆時 於今年的6月2號向本局同保並立即進攻 同月的5日由許淑華議員邀及捷運工程局及本局相關單位召開現場會看 本局並同時邀請了張文正委員跟絕人入縣委員議會 那獲製的結論下 1、南昌路西南撤撤溝限地保留 進行鋪面打射後移設東南撤削減人心道 並以削減時通知文化局及主持議員研究室 2、現地原地保留以回田方式處理 前先做撤會紀錄不得再任意施工開挖 回田過程文化局需陪同協助施工處理方式 3、暫體內外發現古城牆時處理方式及後續展示的規劃 請捷運局於7月提送文資委員會專案討論 那經查本局對於非原址之城牆時的保存定位 跟後續的處理原則是已經提送103年7月15日 本委員會第59次會議審議 那同意依個案的狀況辭取現地保存 完整拆卸、收存、綻放公日後其他使用 或者是拆卸後納入現地新建工程整體規劃等原則 案例如下 第一個是先前由他住拆卸的舊城牆時 目前先移至到北投台北捷運機場存放 那第二個案例是103年的2月份 中正區社會福利大樓旁 以古城牆時搭設的舊圍牆先完整卸下編號造冊 置放於工區內 並規劃納入社福大樓庭園照鏡中 第三個案例是103年的2月份 愛國東路杭州南路一帶發現 為排水溝邊緣時的舊城牆時 那經過委員的線刊 西非屬台北古城牆或者是監獄圍牆限制的遺跡 圍牆排列整齊具有規則化 且位於地面下並能具水溝邊緣的功能 互後續以不勞動為原則 且本區未來如玉地下級大規模開發 挖掘或廢棄水溝整事下 請管理單位應先進行水溝系統水井 水溝石材等現場設備 以保存相關圖面實料並將石材集中保存 是本區進行後續相關分化時 再移到綠地公園內進行圖化使用 那第四個案例是 今年4月份的柏埃路橫陽路到寶靜路段 發現水溝邊緣時 雖為城牆十條因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依建國裡的里長要求跟協調 由新公處取一塊城牆時放置於台灣銀行文物展示室內展示 那其餘排列整齊具規則化 且能具水溝邊緣時的功能 不以不勞動方式原地保留 那本府的捷運工程局 為了避免造成交通的阻礙及工程的延宕 依據6月5號會刊結論 委託中原院食育所的郭初秋老師 辦理萬大縣樓居林 在沙岩水溝結構調查研究計畫 那在入計畫中 本案主要的工作項目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以考古學的方式 服役手動的機械清理錶層的覆面 了解本基地內城牆時的保存與延伸的狀況 堆砌的方式 撤會水溝結構的平面分布圖與重火面圖等 那第二個是進行城牆時 黏著記水溝結構錶層料等進行成分分析 了解當時的工藝技術 那第三是收集本區日治時期 都市計畫改正計畫相關基礎設施資料 以了解其歷史意義跟重要性 那第四個是針對本案的城牆時 擬定後續的保存與展示規劃的建議 這個是萬大線的部分 那目前發現城牆時是在LG01站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就是站體 站體會是在南昌路跟南海路的交叉口 那這一段是南海路 就是他們預計要開挖的部分 那南昌路一段的體驗 這個是捷運站體 目前的規劃圖 那這個是羅斯福路 南海路 南昌路 所以目前主要發現是在這塊的部分 最主要發現是在南昌路一段的部分 那這個是現場已經挖掘出的城牆時塊 南海路的東側 然後西側部分其實比較沒有發現 那這是南昌路的北側的部分 南昌路北側 這一條是南海路 這是北側的部分 北側 然後後面這邊是南側 北側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城牆時的邊緣時 這個就是比較近的照片 那這個是南昌路南側 比較旁邊就是景林的大樓的部分 水溝邊緣時 也是南昌路南側的部分 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稍等我們等規劃團隊報告完之後 那我們事您的擬辦部分 是您請委員同意 以本計畫內容辦理後續 並請捷運工程局 挖車的車位現場 樹立本案調查研究計畫的展示看法 以達教育推廣的目的 那等到前開的報告書完成之後 再提送本委會報告備查 並請捷運工程局展示規劃設計階段 邀請本委員會 委員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以上 歡迎 其實在我們知道那個範圍是我們蘇聯機制的範圍 所以在規劃階段就是被蘇聯機制的強調有一個特定 然後現在依照這個公司的執行 像零二戰的強調範圍 將近六千四百多次的地方 深度掉到六千 為什麼會掉到六千 因為我們在零六大園區的規劃 這個大概有兩千年的歷史 然後到六點的公司我們信號這個將近四千 所以現在我們零二戰目前已經入戶區 那為了這個舉止的搶救 所以我們去把這個戰先發包 今天施程上面先發包 它現在也在記憶體來處理 當然這個零三戰 零一戰跟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那當然初期進來我們今天稍微比較必要化 一些進行到圖內改進道路 那一挖下去打開了才發現說 我們這個地方也是有這個 那說台北城牆 台北下來的這個設施章子 它做了一個貨幣 那當然後續啊 我們剛才也有講 我們前這個專業團隊 那後續一樣一照聯合上 我們是由時光單位跟搶救單位來共同作為 我在想這個地方 後續這個怎麼去處理 我們再透過這麼一個情緒 我們都會先進行辦 謝謝 有一位登記發言林科妙小姐 我還沒報告 團隊還沒報告 好 那個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中院郭樹秋 那因為我們在年紀第二站 有在處理一些考古的工作 那這個案子我們可能就是會建議 就是提出剛剛其實報告的幾個方向來去處理 那其實現在照片看到其實還看得到 當時日之時期的路式改正的一些文理在 那雖然是城牆時的在地上 其實就整個它的一個脈絡來講 其實還是在比方說工房它怎麼上面去堆砌殺鹽 或是顧面這些東西還是在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能夠透過這一次的一個 就是說針對這個基地的 雖然是一個搶救的一個概念的一個東西 但是能夠在考古上面或是結合 也結合建築這邊的一些 然後有一些專門的保存的一些 石塊的一些性質的保存保護的一些研發 然後能夠來把這個視頻做 就是說做一個比較完善的處理 那剛剛其實已經之前已經 剛剛那位小姐已經報告了 那點主要是在LG01戰量 其實就是南門市場附近 那它的一個主要是在南昌路跟南海路 那就基地而言的話 南昌路這一帶基本上它其實是會回田的 它不會傷及整個殺鹽結構 它是傷及不到 那南海路這邊因為牽制到戰體連續必有 所以它會牽制到後續其實這邊的殺鹽結構 也許必須要面臨異地保存的一個可能性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有兩種不同的一個迫害的狀況 那當然整個細節也許我想相信委員 應該其實在6月初的時候有人通報 然後接著就是立元這邊有來做一些會刊的動作 那當時有幾個會刊的一些建議 那這邊就如上面講的 我們時間問題我們就不再贅述 那這是當時張奮政委員跟先外老師他們的一些建議 基本上也大概跟就是說回到當時的一個 民事初期的那個時期的一個 就是說1900年的一個路式改正的一個計畫的這個 那這個其實是整個當時的一個下水溝 下水道工程建設的一部分 那當這個時期的相關的歷史跟研究其實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說雖然石頭到處都出 而實際上對這一塊這個時期的理解其實並不多 那相關文獻也閃現在日志時期的一些文獻當中 所以需要再去進一步的去爬書 把這個時期的一個空間文理去做一個比較明確的一些 一些就是說理解跟一個 那希望就這次能夠透過考古跟幾個方面的一些 包括日志時期的一些文獻的一個理解 然後再解讀能夠把這個時期一千 一百年以前的這個時期的當時 他們做哪些事情能夠去把這段歷史再透過 那大概是主要的一個 那這是戰體的那個南海路上面 就南海路上面它會牽涉到災難結構 可能會面臨到 就因為戰體的一個興建會迫害 那和南昌路這邊 南昌路兩側其實基本上是會回田的方式來處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整個的一個歷史的脈絡 其實植物園我相信在座老師們都非常清楚 那當然我們最近在附近 植物園旁邊南海路上面也出現大概四千八左右 那過去這邊台北湖整個水位退去 我們知道這邊至少四千八前後開始有人類居住 一路下來幾千年來 那一直到一百年前其實都一直有 到我們現場其實都有人類在這邊 一直持續存在活動和居住 那當然這就是這一塊土地的一個歷史 那這個東西就我們也希望能夠 假設這個案子有執行的一個可能性的話 或是委員同意這樣的一個執行方式 我們也希望能夠把一百年前的這個當時 他們怎麼去處理 比如說清代衛生的一些問題 他們怎樣去解決下水道 那過去我自己也做過 楊明山的草山學道的一個討論 所以其實他們當時的一些工法帶進來 還有整個都市改正的一些作用 所以我相信我們還是有很多空間 需要再去進一步去了解它 那這次剛好也出現這樣子一個 還具有當時的一個 就是說脈絡至少還在的一個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比較稅的東西我們這邊就 那剛剛其實案例已經提到 其實滿多地方有出 那團隊組成基本上 因為我自己是做考古的 那當然就是說其實在建築方面是比較弱 那我們這個團隊也希望有邀請 就是岩老師跟李東玲老師一共 另外一位是那個古蹟修復專家趙靜王老師 來共同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主要剛剛就是那幾個方向 希望能夠做一個好的一個統整 去把這個東西去做出來 那我自己因為是留日 所以日文的文獻 我基本上還有辦法解決 那當然就是說岩老師本身是建築的 那李老師基本上也是留日的 那它是屬於建築方面 所以我們應該有些東西可以互相佈補 去把日制時期的文獻 我覺得這個是很關鍵的 因為現在相關的資料的爬數是非常不足的 那這一塊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計畫去 盡量的去把它做起來 那邀老師其實做的非常多 包括史洪市長人骨的顏面的復原 一直到現在亮倒 那整個其實做的非常多 那這個一些比較我們這邊就不再講了 那基本上我們基本做法就是說 當然以基地範圍的這些 剛剛主要講的南海陸跟南昌陸的交叉口 這一帶的基地範圍內 希望能夠就是去揭露 以高護學的方式去把它揭露 那揭露方式我們盡量以不商及撒岩岩 這個結構為原則 就是它出漏了就停了 那出漏之後去了解 就目前它的一個分布保存狀況 然後去做一個測彙 那測彙這個就是基本上一些測彙 一些照相這個一定會做的 或是說看看是否有一些半存的一些東西 那表面它大概有一兩公分的一個敷面 那我們這次也希望能夠針對這些敷面 跟砂岩點塊之間的一些 它的一些黏著劑去做分析 那包括砂岩 砂岩的這些質地的一些內涵 那因為邵清王老師之前做過北能的砂岩的一些 就比較細的一些化學和物理性質的分析 所以我相信這個經驗可以延續 在這個砍值上讓這個事情能夠進行的比較 能夠更完善的樣子 那相關的一些方法 因為附載計畫書比較瑣碎 所以我們不在這邊局的信念 大概主要的一些這個很快的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說它會牽涉到一些那個 那這次我們希望就是說針對回田的部分 能夠去把它做完它的保護 做完之後再回田 不是說攤開看它照完像就回田 我們就希望能夠再保護針對它的性質 做完保護回田 那另外南海路這邊可能就是說委員會比較關注 就是說因為它牽涉到可能會面臨必須要暫停 如果暫停優先的話 它勢必要面臨破壞的一個 或是異地保存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也牽涉到保存空間 還有就是說你是全部異地還是局部一個地方 那其實我其實是希望就是說到時候 如果說有好的局部的一些 也許可以切一塊水溝的那個 然後我也希望捷運區能夠積極的 比方說這樣暫停裡面規劃一個小空間 讓大家瞭解其實這邊有這樣子的 100年前的這個水溝的這個東西 然後做一些就是說把這次的計畫的成果 能夠在也在以後暫停裡面做一個規劃展示的 一個動作 那這個就是大概比較琐碎的我們可能預計 就是說假設這樣一直執行 我們會去做比較細的 因為對項目都不一樣 所以也沒辦法用既有的一些方式 直接就這樣子直接做 所以這次我們也會結合過去的理解 然後針對目前的一個 就是說這個對象的一些特殊性去做一些處理 那基本上的報告如上述 那也請各位委員姐指教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也就參與到 我們現在事實上是登記 買的 對 有一位登記林文廟小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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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大家好 就是事實上那一天 就是許守華議員現刊 我也在現場 然後還有一位通報的民眾 就是這個緊張時會停工 大概除了結論局之外 有一個民眾 那他是說 事實上這個南上路的 一共已經出逃好幾次 那不曉得 就是每一次都好像像 從來沒有出途過一樣 都還要去經驗那個民眾 可能要打電話給文化局 打電話給結論局 然後就是要重複一樣的停工的過程 那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面對這種食材的再利用 你要拘泥於他是被移動過的 而是要考量說他其實在那個地方 可能也要一百多年了 然後可以比較真實的面對說 他這個移購的文資價值 甚至是不是應該要考慮 再讓更多委員去現場看過 因為今天的照片我沒有看到的是 在那個石條上面 其實我看過毛毛的照片 好像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南昌路那個石條上面 有非常精美的U型孔槽 我就是憲賀老師跟張立正老師 應該我不曉得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一天我是因為 提報民眾帶我非常靠近 所以才可以看到上面那個很精美的孔槽 然後那個孔槽應該是每隔七八公尺就有一個 就如果只是單純的測勾 為什麼要有那個孔槽 那個孔槽的意義是什麼 我是覺得好像需要再仔細一點去 針對他做這個論述這樣 然後另外一次就 那一天其實議員也是在講說 盡可能就如果不是真的就是暫提 沒有辦法天真設計 然後一定要要挖掉的部分之外 其他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比較妥善的展示規劃 那今天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我跟他進來下一道 旁邊其實有很多的小朋友 就是現在其實是放暑假期間 那我們的萬大陸其實 不管是那個植物園移植的發掘 或者是這個新的 這個成長師 我覺得趁暑假的時間 如果可以多做一點點現場的教育 可能會是一個很暗的事情 以上的建議 好 這個學議員在公室 怎麼有 可以查到 黃士賢 對 選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就請 郭郭議員在那裡 就算這個案子 其他方式請到 好 補出一點資料 因為我有做那個 台北正常識的那個 北市的這個考量 自己的研究 那後來在台北 已經發表了 好 我們直接 大概再補出了一些 補出了一些 就是大概聊天台北正常識 後來的去向 那大概幾個出了一些 一個就是 就是走公共工程 好 就是包括圍牆 像那個監獄的圍牆 像一個台北平外的圍牆 當然要更多的就是 立下海水溝的這些公共的工程 就是大概有大部分 那第二個出路 當然就到民間去了 就很多就是到 像極化街的企業屋 店屋裡面大概也有很多 然後就是標售 就給了 就賣給民間了 所以可能這些 這個前提 就是來源的部分 可能要再討論一下 就是 就是 因為後來這些資料 在台北有以前的討論 那些資料 大部分都從那個 總共的檔案裡面可以查的到 就是標售了 但我現在忘記了 因為那上面寫了 不少的公共工程的標售案 就是一上一下 大概要到哪裡去 但有沒有這一條 因為我剛剛在看畫畫的時候 有不曉得 有沒有這一項 這個 大概就補充這一線 就可以公了這一項 謝謝 我們其他 也還沒有什麼叫做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統一 台南庄的一半 能夠相帶來接動 好 來 謝謝 請問 有一段說明 是不是 再爭取一下 例如 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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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城 請問 是 收集後 過去 台北大高的地方 對 關於 柴蝣 很多部分 到台北監獄 比較大 所以我們那裡 建議 城牆 那個底監獄 也列入 那個才是大眾 那 一步 ud 他說 所以就必用 那這個轉換的重點 我個人的前面應該是說 這個城牆是舊的建範 將能怎麼樣整合收集 有一個地方讓它存放 等於是一個做一個重新的再展現成立 另外一個就是利用策略 所以能夠把這個日子之後 他們做的這個拍攝器 能夠有一個環保記錄 就在這兩條線 兩個峰 這個案應該是這兩個峰 就挖掘這個 把這個城牆池 將能夠集中 跟上一次有很多不同的工程 挖掘著這個城牆池一起 我想跟李前良兄應該很清楚 我們去看過很多這個建築物的城牆池 都意外 將來都希望有一個地方能夠把它陳列 那另外一個重點 實際就是日子之後的這個排水 那第一次的這個排水系統 在台北市做得非常好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做一個紀錄 這兩樣的紀錄 就找到我們一個抱歉的意義 謝謝委員 其他還沒有 我想說沒有的話 我們兩個委員會都會 做意見都非常豐富 我們來教育一個團隊 然後大家就在做 那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 不在乎兩項來製作這動作 可以的話我們請下一個 可以 第二一 直鄉市定補機 市林城隆東 資產料 收付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直鄉市定補機 市林城隆東 知南補機 收付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提起審議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24條 補機收付及再利用辦 第13條 辦理情形一 市林城隆東 知南廟 駐落於本市市林區 舊家裡 請接74號 經本府94年1月4日 公告為本市立體建築 在101年間 財產法人 台北市林城隆東 申請指定為古機 經本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程序審議後 於105年1月30號 公告市林城隆東 知南廟為直轄市定古機 那相關資料請委員 詳參 附件1 辦理情形2 財政法人 台北市市林城隆東 委託徐國瑞建築事事務所 辦理台北市直轄市定古機 市林城隆東 知南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本局前於105年8月3日 106年4月14日 及106年6月13日 邀請本市文資委員 李委員 李前郎委員 李冰委員 張昆政委員 李富國委員 李詹天權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請申請單位 1 委員意見補充修正後 提送人委員會審查 相關會議資料 想附件234 請委員詳參 檢附各位委員 這邊可能就附有相關的修復及戰鬥計畫 請委員詳參 等我等我們的規劃團隊會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好 那這邊出一半部分 就是本案提請文委員會審查 並請採採訪人台北市市林省農公 依省議決議辦理後續修復及戰鬥事以上 有 徐柏銳經古時事務所 主席 以及各位委員 我這裡是徐柏銳經理事事務所 針對持平蜘蛛鋼 修復及戰略用計畫做檢驗的警報 以下一點 本次檢驗的 報告檢驗藥材料主要有其項 包含補吸基本概要等 還有蜘蛛鋼最保存項目 以及我們的報告架構 以專業小組的建議做調整 以及歷史資料的補充 另外就是徐柏銳工 配置模擬的部分 有做進一步的考證 那五根 六根 第五項目 第六項目 就這次補籍本題的現況 以及結構文部的部分 做一些人的建議 以及第七項修復計畫的執行 下一項目 本次補籍基本概要的部分 那我們在105年1月30號 重新指定為適應蜘蛛鋼的部分 請確認再安 那我們目前是蜘蛛鋼的地方 有七比一號 然後基地面積是1630平方公尺 那重點是 花蜘蛛鋼的項目 是有三磚鋼 蜘蛛鋼 蜘蛛鋼 跟正面這個部分 為補籍本題 下一項目 那我們的新修嚴格 基本上是1709年開始之後 那在11992年 我們在縣紙裡面開始修建 然後在日據時期的時候 就是只要三年左右 根據一個兩廟改修報告裡面 有一個重大的修建和紀錄 那目前的重要的花蜘蛛項目 也是依據這次日據時期修建的部分 所有蜘蛛鋼構建為止 然後當然 關注後 大幅修建和扣建的部分 我們在後續的補充 下一項目 那這是我們的地域資料 我們總共的地塊的分布 如地域資料所示 總共有規定一套 下一項目 那我們的重點保存項目 請下一項目 而這個古蹟本體範圍指認的部分 前色的這個區域 就是我們 這次報告古蹟本體的部分 就是包含前面的三團殿 兩側的護士 然後以及二層樓的中途樓 跟後面的正殿的這個部分 那其他旁邊的周邊附屬設施的部分 是我們目前的 全部在利用所必須的這個部分 包含屬主館台樓 歸樓的這幾個項目的設施 下一項目 那我們重點保存項目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是主要的四個 第一個就是主神的穴位 就是包含它的風水位置 第二個部分 就是歷史卑文的部分 目前是固著在 附屬必要的附屬建物上面 第三個部分 就是正殿裡面 包含日據時期的石雕構建的部分 第四個部分 就是在前面三團殿 由那個 重要將士 陳專業將士討人機 這是我們四個 大的重點保存項目 下一項目 那從這裡可以 這個正殿石雕構建的 這個類似來看 我們重要日據時期保存的 構建 以及後面 比較精彩的 那個石雕構建 分布的情形 都要在正殿 以及那個 簡報所使 下一項目 那 前面三團殿的部分 則是其中 是陳專有 膠質炮的部分 主要是 下項目 下一項目 所以在我們的報告架構 跟歷史資料 補充的部分 下一項目 我們大概就是針對 那個 古基修復幾摘用 範法裡面的部分 要求的部分 做一些增加的內容 下一項目 那 我們在之前 提到 維古基 跟調查研究的 那個階段 有一些其他資料補充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是以 既有空間圖像為主 來做補充 所以我們也試著去 指認一些地形景觀的復原 所以包含 不得陽俊的這個地形探查 那 以及就是 我們開始去模擬 西修延的 到大殿拯修之前的一個 行報公司 下一項目 那 這個是從 荷蘭的古地圖裡面 去導出 我們那個 巴茲蘭莊 跟 馬上 就是 馬上 紅色的 這個歷史的一個區塊 然後從這裡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這個 這個勾取裡面 可以發現 就是過去 就是創新西修延的 這個位置 以及旁邊的 漢人居落的 那個原住民 反射的一個 培植的景景下面 所以 在這個地 從下面的那個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推演 就是漢人屍結 變遷的部分 也就是說 從下宿儀 到舊間 以及到 後來的 新階 也就是現在 市民島間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 變動的景色 那 曲線的部分 大概就是指射 大的 大自然 立體狀的一個 方向下宿 所以 我們就是 沿用 1944年的一個 有軍航造的一個 地圖裡面 然後來指認 神龍供所在的位置 以及前面 他跟 後面的雙系 以及前面 伏特陽菌的一個 配置的一個 空間關係 下面 然後 接下來我們又去 挖掘出 這個 就是他 福德陽菌的一個 流域的考察部分 然後 從最早的那個 曲水口 從東武大學的旁邊的一個 曲水口 然後流進市區 經過神龍供 然後到目前 就是那個 本宏新樂園 這個出口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就做了裡面 開始 下一頁 那這個大概就是 目前的曲水口 部分 那曲水口的部分 現在在東武大學的 那個 第二校區教研大樓 旁邊 這個位置 目前已經 限制化 下一頁 那這個是 依據1974年 航照圖的部分 去那個 推估 那個神龍供前的 這個部分 流進的情形 下一頁 然後 這是福德陽菌上流的 一個情形 下一頁 這是中流 流進神龍供的部分 好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我們根據在日據時期 包含 慈賢宮 跟神龍供 從兩尿改修報告的 這個部分 作為 實際上是我們這一次 修復的一個 重量的參考依據 所以我們從這個 文獻可以發現 這個部分 神龍供的部分 基本上是屬於 兩個對場做的一個情形 我們又把 相關的人民 這些資料 都有把它找出來 下一頁 然後甚至包含 那個 為什麼 我們作為 就是說 判斷保存 實料構建的那個部分 其實也是利用 這個 兩尿改修 包括上面的文獻 記載去 比對 出案的結果 那 同時 大概就是推估 他新修的 那個減費 回過頭來 我們大概 就可以推估說 當初的 那個 新修的 一個 那個 神龍供的 那個 規模 下一頁 好 這是有包含 就是當時 在那個時候 有五個 那個 十杯 修復的 一個 修復的 經費 下一頁 那 這是重點 機器的一個 保存的部分 包含就是 後來 那個 雙細提防 整修後 然後 神龍供去接納 後 前傑跟後傑的 兩個土地公園 過來的這個部分 以及 先鋒元年 最早的一個 下毒的這個部分 以及長尊路衛牌 這些 都是 要把裡面 重要保存 神像的部分 下一頁 神龍供配置的 一個 變遷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給予前面 所有的 那個 空間指向的這個部分 作為 模擬的技術 下一頁 這是日據時期的 整個部分 我們推算出來之後 然後同時 比照1944年 美軍行道圖 的部分 所得的那個 神父公 最早一個配置情形 下一頁 這是 50年代之後 模擬的配置情形 包含 平衡道老師 他後來拍攝的那個照片 大概就是這個時期 然後已經 就是 左右兩一的 護士 都已經有改修出來的 一份模擬的情形 下一頁 七零年代的部分 最重要的變化 大概就是 前面殘船店 增建 以及 有那個 中古樓的部分 構築 那成磚有一部分的作品 也是在這個時期 介入 下一頁 那 民國一百年之後 最大的變動 部分大概就是 正面改修 然後 以及 兩側 增加了一種 增建的建築物 那 前面 排樓跟 七樓的 欸 細排這個部分的增建 好 下一頁 那 所以我們 依據 建築的現況 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些 構造 跟 評估 跟修復的建議 下一頁 那 基本上 我們經過 結構評估之後 目前 結構體的部分 是符合 耐症 就是耐症能力 評估 那 指日所有一些 那個 文理統中心化的 這個部分 需要持續的觀察 就是 結構安全的 一個重點的部分 下一頁 那 這個是 我們針對各店 調查的一個情形 那 這個比較大的一個 變化是 我們在 後面修復的過程裡面 在於 中港的 一樓跟二樓 各三個店的部分 的木座部分 神開的部分 會於 那個 新座部分 因為它主要的部分 目前都是 滾進土域豬的 一個 裝飾構建的一個情形 好 下一頁 這個是 中庭跟前面的 三川殿的 一個 現況調查的情形 下一頁 所以我們的 胸部功效的部分 主要是 依據傳統工法的部分 做分類 包含 土水座 包含 強體跟地平的能修 那 第二個部分 大概就是 無面網座的部分 那因為 無面網座的部分 它主要是 它的瓦座部分 都已經是用水平沙漿去固定 所以它不像 過去是用灰漿固定的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 也會前置到後面 會做比較大規模的 就是那個 烏瓦的部分 就是 劈阻更新的 這個部分 下一頁 那 室內清洗防護的部分 這個部分 主要是我們目前最大的 主要 考存修復的 措施 這個部分 那在小木座部分的話 就是 剛剛也說到 就是 共六電的部分 神龕 會用 木座的方式 重新來 施作 下一頁 那其他的 裝飾做的部分 基本上 都是以 情形維護的方式 為主 下一頁 那 在 極電小綁跟 無障礙設施的部分 下一頁 我們大概會針對 目前的小綁計畫 的部分 有一些更新 包含 拆除一些 後期政見的一些設施時候 會重新針對 防火設施 跟防火警報的部分 做一些調整 下一頁 然後 在 無障礙設施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集中 一樓方面的改善 那 二樓部分的話 我們會透過其他方式 讓 行動不面而 可以到二樓去 透過視覺的方式 來做探訪 這個動作 下一頁 這就是我們 拆除改修的範圍 這也是 我們下一頁 古蹟本體的工程範圍的 一個指認 就是 紅色徐線的這個範圍 包含 古蹟本體的一個整修 那附屬在 那個 既有古蹟本體的 這個業務的部分 只能要辦理 拆除的這個功效 那 其他 第二頁的部分 大概就是包含 修複在立奧所 必要的 必要新設施 這個部分 包含主管這幾個部分 有法座新作 然後還有增添一些 不障礙電力 所以這個是 紅花再利用 逗祥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把 我們所有的 那個措施 調列在上面 下面 那這個是我們的 那個 製作後的一個景觀的 復原模擬的部分 包含 呃 這個區塊 是 古蹟本體的一個整修 然後 呃 包含 那個 再利用的部分 就是包含 讀書館的這個部分 然後包含 再利用電梯 然後以及 圍牆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 盡量把它降低暗化 然後促進 跟社區之間的 一個觀點 的這個部分 在計畫實施的部分 下一頁 我們基本上 我們會希望是 採用 匠士豬廟模式 就是利用 三川電的其中一個部分 作為一個 整個匠士的 工作坊的部分 下一頁 那我們在這裏 呃 這次的整修 經費的幹部的部分的話 古蹟本體的部分 我們大概預估 大概是六千三百萬左右 基本上大概是希望說 呃 廟房這邊 可以自從 盡量自從 這個部分 好 下一頁 那 基本上 我們就是會有人分請 推動的部分 基本上 我們的目標核心是 怎麼樣 減懷 減懷 廟 新的那個 視覺的衝擊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增加 低視感的一個維護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 第一期的部分的話 第一期大概 就會有一些 一些不必要的設施 包含 後期加建的 細台跟其他設施 採取 那以及第二個部分 就是不急分體的修復 這個部分 然後之後再來進行 必要性附屬設施 像 書館 台樓 這個 圍牆 然後還有廟室 空間 這個部分 下一頁 那這也是 以上是可能 那個 學問會請我們 實際事務所的 另一個重大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還有 沒有 沒有 我們這個 這個案子 我有審查 大部分應該都非常詳盡 今天的報告可能有幾個事情 再看一下 你今天檢報的35頁 有提到 古蹟本體 三川殿 廢殿 天井 政見 跟我們公告的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三川殿 故事 中國人 政見 所以可不可以再明清一下 是跟原來一樣 還是你名稱改變 還是還有增加 這個等一下再幫忙講一下 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 民資局 希望我們在這個教堂 有報告 能夠把那個叫做 一些必要的 一些計畫 還有一些內容 再寫上去 主要是那個 再利用必要性之設施 那這個必要性之設施 可能再加一下 現在看來 看來應該就是圖書館 然後要再加個電梯 那個樓梯可能已經在 在圖書館裡面了 可以放 但是我們要再加個電梯 因為這會增加間地容積 我另外看不太懂 這邊這個是拆掉的嗎 拆掉 就是主要的 在利用必要性之設施 只有這個 這個在這邊我們先承認 這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呢 就是你的消防計畫 第五十三頁 五十三頁那邊寫得有點不太恰當 就叫做增煙警報系 因為這個有煙 拜拜 除非他們將來沒有拜拜 沒有那個肥衣箱這個事情 因為有煙一定有 這個經驗就很麻煩 一些是定分式的 那個不會是 你再查一下 看哪些是有煙 有煙的這個事情 這個調一下 這個 那另外呢 可能不站在這邊 五十四頁 第五十四頁 因為這看來有樓梯 所以就可能有到二樓 所以你提這個不站在那 因為我們的電梯呢 大概只到這一棟而已 只到那個圖書室 所以這邊的二樓呢 可能就還是上不了 那上不了 這邊可以再寫一下軟體計畫 再加入這個事情 然後最後一件事呢 就是你的預算裡面 上次你現在太簡略了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你現在的預算應該寫在哪裡呢 那寫在第六十二頁 就是應應計畫到底有沒有含在裡面 就是兩個 補基本體在利用計畫這裡面 有沒有 補基的規模有要求 因為這個建議是一定要做應應計畫 這個規模裡面 涵蓋在這個修復的這裡面 這個再寫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部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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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前方五十六房 前面有一個古達楊俊警官復原 但是我想這位應該不是復原的 應該意向的因為這邊有一個詞 應該要警官做出來 所以這位應該要小心 是五十五年 還有真正的那個郡氏 就是應該是那邊五斬七下的那個大五下的嘛 完全不一樣 不可以不一樣 所以如果應該要 要是這個表述的話 應該要所謂 比如說法這樣 所謂 因為這個廟跟俊獨的關係很重要 所以如果不要誤會 這樣再次來 不要誤會 這樣就這樣 好 謝謝 其他作為原本 這個案子我曾經參加過 最早是那個 歷史 歷史建築 後來後來後來提升 也就是說他這個廟的董事長 也是當地的遺長 國廠客圈加上進去時代這個協助 所以一再升盈我們這個文字會 後來我們有幾個委員去 因為他覺得的確是 尤其歷史 比如說你四零三大廟門的話 他就是最長的地 而且他意義也是很深的 法地也很深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神龍 我們民間傳說 你們知道 我們是炎黃子孫子 也是炎帝人 他教我們耕作 教我們這個市場 所以炎黃剛好代表一個是油木的文化 一個是榮葉的文化 所以從歷史來說 我是覺得建議廟裡面 做一點比較更多的解釋 使這個廟有更大的意義 因為從漢朝以後 這個劉勳著作裡面 就開始把炎帝跟神龍帝在一起 那臺灣這個神龍廟非常濕透 所以要從整個歷史的廟年來看 那份子比較有歷史 它不是單純就是用 因為它那個臉照片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廟裡面又跟土地公共識在大陸上 所以這次我們進入是說 因為除了這個古籍本體修護 還有古文物的修護以外 這我看了一個資料傳說 有很好的一個建議 另外就是那個戲檯 戲檯它在用那個調成的 這個整個刺激的農亂 因為它這個戲檯 建的規格也不會太高 那麼就佔空間 所以我們一向就過去 建議要把它拆掉 另外第二點就是廟城裡面的不要停車點 連廟裡面的停車它什麼空間都換掉 因為有這麼好的一個歷史空間 還有這個理事長 還有這個理事長 還有這個董事長非常熱心 也是在推廣這個藝文教學 我是覺得這個非常好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的這個強教 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建議這幾點 就是空間的志氣 跟美學一定要建議 除了那個古籍本體的修護以外 還有這個文物 它這個文物真的是非常多 另外又是加上了一個 好像這個文宣這樣的一個說明 使大家附近有方法 因為這個是在農業文化裡面 中華傳統文化 農業文化裡面 非常有效的跟傳統 也是一個歷史發展 從中間開始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建議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建議 好 持續的問題 所以他委員還沒有 是不是真的很緊張 謝謝 其實這幾年來 對福德楊俊的調查 都陸陸續續的有一些接口 可是滿片段 因為有的被加蓋了 有的在士林問題的旁邊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我不曉得哪個主題 可以針對福德楊俊的從頭到尾 做一點歷史的調查 包括有一些manage 然後在歷史步道的解說上 都讓重陽解體從上尾 一直到下尾之間的關係 因為它基本上福德楊俊 幾乎都是埋在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中 那有一段證據在士林問題旁邊 那這個地區又進去的話 就是士林驗室過去的戲院旁邊 你幾乎是片段片段的看到 但是它基本上是跟剛剛金老師講的 跟我們這個地方的歷史 是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我建議是有 我不知道哪個單位的路程 是文化群長 或者是公路群長 不是很期待的 1941年這個圖是熟確的 對 那你沒聘早現在的定義 那個就是 最後這個問題 福德楊俊 應該是文化群 這麼考慮 教授 你一聽到誰人家的討論 自己發這一句 來來來來 請教 笑得那麼開心 有問題 我們才規劃一下 就是說 就師父的力量開始的時候 能夠和他展現 我覺得這也不是太適合 那就是說 當作一國化群做 也許我們在股價期間 很多 也許 我想這個可能給文化局來做個規劃 那其他委員還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看就是說 剛才三位委員 有這些 我們建議 我們這個規劃的單位 都把它集收進去 然後在電腦上面 都展現 就是說我們最後定稿 希望我們都談到這樣子的 有細節 有可能的交流 這一下的步驟 我們今天整體來講的 原因 應該是非常肯定 文化群組合 可以在運動計畫 如果可以 大家同意 就同意嗎 按照運動計畫 來執行 好 所以的話 我們就請下一個來 陳佳樂 按由市立府基臺灣大學原地大校社 舊護署管修復基在運用計畫審查案 按由市立府基臺灣大學原地大校社 舊護署管修復基在運用計畫審查案 一舉文化復 Willy ti variations 法復基於戰 flaws 一舉文化牙塊審查案 三星王大學原地大學 準法復基地中 初點一次 策劃